Adelaide Hills 這一集帶大家去到澳洲 一個很大的葡萄酒產區 Adelaide 周圍的地方 這個酒莊我是去過的 就在Maclaren Vale 牌子叫做Wira Wira 是一些澳洲Aboriginal的名字 酒園遍佈在Maclaren Vale 和Adelaide Hills 我這次介紹這個酒區 就是Adelaide Hills 離開Adelaide不是很遠 但是近海 海拔來說是非常高的 日常是很熱的 但是晚上 就因為有海風 溫度降低很多 就涼很多 有時那個溫差差20度 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 認可了它是一個 它是一點冷氣的地方 就是很適宜去種某一些品種 包括我們今天試的Sardonnay 那Sardonnay 在Wira Wira 是沒有木筒 這個是有浸木筒 有浸木筒是 遲一年才能寫出來 我們當然嘗試好一點 比較困難一點 這一酒的顏色都是比較淺 要是年份還是很新的 香氣以果和木的味道為主 酒身很厚 木的味道很顯著 兩三年後喝的味道會比較困難一點 但現在來講煙燻的味道 好像焦糖 或有點像Creme Brulee的味道 酸度不是很高 這酒令我想起當年我是2000年去過這酒莊 當時的老闆Greg Trott現在已經離開了 他是一個澳洲版的周伯通 很好玩 很瘋的 他想的東西都是很另類的 這酒的名字叫12th Man 12th Man是甚麼呢 他又是很喜歡很多運動 包括這個Cricket Cricket是11個人打的 他就說希望幫澳洲隊可以做第12個人 那是做甚麼呢 就是幫他們玩一些酒 拿著一些酒 就服用他們的隊伍的人 所以這個就叫12th Man 我當年在Maclaren Vale 就是買了這頂帽子做紀錄 我現在還保持著 來喝這個Chardonnay 和它漂亮的Ciraz 這一杯是Cheers to Greg Trott 這是你的店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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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能熱 知名